项羽是当时备受瞩目的传奇人物 她的名气远扬是那个时代的焦点 她的身姿高大威猛 英气逼人 走到哪里都能吸引众人目光 她的声誉远播 家喻呼啸 就连宋朝的李清照也对她推崇卑志 在她眼中 项羽是真正的男儿 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她憧憬着能够邂逅这样的伟人 在渡过乌江时 她目睹丈夫为了自保而抛弃相亲 写下了传世民作《夏日绝剧》 其中有这样一句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凶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然而在历史长河中 项羽却是一个饱受波折的人物 在楚汉争霸中 尽管她勇猛善战 却最终不敌刘邦 这场惨败也与她的性格有关 她虽然勇猛 却过于鲁莽 不及刘邦那般沉稳 该下之围成为她的低谷 她率领八百骑兵冲出重围 最终逃至五江边 她并未渡江 因为她觉得无言面对江东百姓 但实际上 她是发现了惊天秘密 项羽年少时 她的启蒙老师项梁 曾费尽心思地 教她读书和学剑 然而始终未能激起她的兴趣 项羽对书本文字和剑术技巧 都显得漠不关心 令项梁颇感失望 读书只能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学剑也只能和一个人对敌 我要学的是 可以对抗千万人的本领 项羽告诉项梁 这番言论让项梁大为惊讶 未料项羽竟有如此深刻的见解 于是 项梁决定改变教学方式 开始传授兵法给项羽 尽管项羽对学习并不热衷 但逐渐领悟了兵法的要义 出于各种原因 项羽未曾深入研究兵法 只停留在表面 然而 在陈胜吴广兴起起义之际 项羽毅然加入推翻秦朝的浪潮 尽管未深入学习兵法 她凭借勇气和智慧 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体黑马 或许 若当初项羽更用心学习兵法 她的成就将更辉煌 即便是韩信这样的变法天才 也会望其相悖 命运变幻莫测 项羽的传奇故事 也因此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 她内心并未怀有称帝之志 而是渴望成为一位霸主 广涉封地 试图重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秩序 怀揣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她坚定地追求内心的目标 在她的领导下 楚国曾经一度昌盛 但也引来了无数的嫉妒和嫉妒 刘邦与其他诸侯联合起来反对项羽 最终聚集了56万大军 当刘邦的军队围困旁城时 项羽并未感到恐惧 在她看来 刘邦等人无非是杂乱无章的人群 毫不足虑 她亲自率领三万精锐前来支援 这三万士兵都是项羽最信任的战士 胸前挂着项羽亲赐的铁牌 象征着项羽对他们的信任和重视 在旁城城外 刘邦的军队如潮水般汹涌而至 气势汹汹 冷兵气时代 一对一的战斗已极为艰难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注定要超越常人 摆脱时代的稚固 项羽就是这样的人 当时众人惊异地发现 项羽竟要以一滴十九 这种自信简直匪夷所思 然而 正是这份信念和胆识 让她成为传奇人物 她挥舞兵刃 伸手矫健 如猛虎下山 搅动着战场风云 最终 刘邦溃败 项羽完成了 这看似不可能的壮举 项羽并未着急 将刘邦推向绝境 他明白 若天下太平 他的英勇将无处施展 因此选择留下一线生机给刘邦 让其继续挣扎 这是一个在混乱时代中 展现睿智的决定 也是对手的一种尊重 正知项羽风头正经之时 一个名为韩信的人物 崭露头角 他的出现 改变了楚汉双方的力量对比 使得刘邦的军队 有一支杂乱无章的队伍 转变为一支经过训练有素的军队 韩信多次战胜项羽 最终迫使二者签订协议 划定鸿沟为戒 分割天下 然而 刘邦并未遵守盲约 他趁项羽措手不及 果断地违背协议 展开追击 企图将项羽彻底消灭 原本预定与刘邦一同出兵的 韩信和彭越 却缺席违约 这位项羽提供了反击的机会 成功击溃汉军 刘邦意识到自身的困境 为了争取韩信的支持 他动用金钱诱惑 慷慨奖赏韩信 使其沉沉满于物质享受之中 最终 刘邦集结了六十万大军 比鹏城之战更为强大 在韩信的协助下 项羽再难创造奇迹 最终被困于盖下 在随后的战斗中 项羽亲自挑选了八百骑兵 成功脱离险境 直指天明 汉军方才发觉他已离去 紧急展开追捕 随着追击的持续 项羽身边的同伴逐渐减少 然而即便如此 没有人背叛他 这凸显了项羽作为领袖的魅力 跨过淮河后 项羽只剩下约一百人 不幸的是 他在阴灵迷失了方向 幸运的是 他遇到了一位老农 向他请教路线 老农却误导了他 导致他误入沼泽 最终被汉军追上 在一场激烈的厮杀之后 项羽再次逃脱 但他身边只有28名战士 尽管情况如此艰难 项羽从未考虑过投降 而是继续率领着残不逃亡 抵达乌江边时 项羽遇见了乌江亭长 亭长劝说项羽 尽快登船渡江 返回江东重新开始 然而 项羽出于无法执免 江东百姓的羞耻 而拒绝了这一建议 最终 在乌江岸边 项羽拔剑字文 西楚霸王忠诚传说 那么项羽为何不选择渡江呢 他是否真的因为 无法面对江东百姓 而做出了这一决定呢 项羽 一个志向远大的英雄 在经历祈福之后 最终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人心难测 在该下之战中 他面临着生命的抉择 尽管行事已经不利 但项羽并没有放弃 他并非走投无路 可以选择投降或自尽 然而 他却决定逃避 在逃亡途中 他曾怀抱着重振旗鼓的愿望 然而一个朴实的老龙 却让他心回忆了 这位老龙 看似忠心耿耿 却在关键时刻欺骗了他 让项羽对人性产生了怀疑 当他碰到乌江亭长时 他的疑虑达到了巅峰 亭长声称要助他渡江 但项羽却怀疑 亭长可能会出卖他 刘邦已经悬赏高架捉拿他 他不相信 亭长会抵挡住这种诱惑 于是 在乌江边 他做出了决定 他选择了光明正大的与命运搏斗 这至少能保留他的男子汉气节 留下一个被后人传送的名字 项羽 一个传奇的终结者 项羽的悲壮结局 令后人唏嘘不已 他的勇气和忠诚 成为后世英雄的楷模 然而 项羽的失败 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尽管他是一位军事天才 但在政治和战略方面 却显露出明显的不足 当面对复杂的人心 和多变的形势时 他显得手足无措 项羽的故事告诉我们 英雄不仅需要勇气和力量 更需要智慧和远见 在历史长河中 项羽的传奇形象 将永远伸直后人心中 项羽选择不过江东的真正原因 是出于对人心的失望 和对背叛的恐惧 作为一个崇高的英雄 他选择在乌江边 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誉 项羽的传奇 不仅让我们敬佩 他的勇气和悲壮 更让我们反思人心的复杂 和历史的教训 他取得了成功 却未能洞悉人心的真相 也许这正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